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那会儿也是糊里糊涂 小时候 因为在天津嘛 天津那会儿电台每天还都播相声节目 就是听得多 就是那会儿糊里糊涂的 包括学校里边同学们也演着玩 其实也瞎说 小孩都说什么呢 就觉得挺开心 站那儿一说有人就乐 觉得这挺了不起的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 当时我喜欢上相声可能就是因为相声的语言 可能不因为某一段相声 很多相声演员那是耳朵能详的 照备如流的 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也是我学相声的这么个动力 他们所表演的节目和相声的语言 这种幽默方式给我的印象很深 这就不均匀某一段相声 是那个氛围让我喜欢上相声 没有 每一段相声里面都会有我喜欢的桥段 那我们爱的是这个行业 并不是某一段 这个不能说最喜欢 谈不出最喜欢 每个相声 每一段相声都有它的特点 都有它让我们学习的地方 有我喜欢的地方 只如果每一段相声说的不一样 风格不一样 想表达的不一样 所应用的技巧也不一样 所有单独推荐一段 这一段他不喜欢听 那就毁了 他就再也不爱相声 我们不能干这么赔本的问题 这个事不行 一定就是你听吧 都听 包括有的孩子 想学相声我先听谁的 我们告诉你也是 都听 多好多次的你也都听 这个非常关键 千万不要给他们一个左门子 就听哪一段 就听哪一段 这也是错了 那好不了 我更倾向于让现在的观众 听一听传统相声 在传统相声里边 听一听 类似于砸基础的这些相声 因为这些相声里边 包括的类型比较多 相声观众如果真喜欢相声的话 可以多听听这些相声 以便能熟悉相声里面 运营的多种技巧 是你来讲什么 还不想讲什么 我会想讲 你跟在那里面 听得到 你怎么识到 我会想讲 你怎么识识 你怎么识识 我会想讲